在安人民币对美元G7昨天收盘价创下了近一个半月以来的轻低 日内收报在6.3528成交也是继续的萎缩 中间价持续了上周的跌势 而离安人民币也同样在下滑创下了11个交易日以来的新低 上周美国非农意外强劲 美元指数应声大涨 涨幅高达1.16% 在此背景下 日内人民币成家也并不令人意外 但分析人士认为 上周末公布的外储数据扭转下跌趋势 显示央行对中国外汇局面掌控较好 预计短期内美元对人民币波幅不会特别巨大 仍将维持6.32到6.37元区间波动 虽然交易员普遍认为 年底之前人民币将进入双向本泰区间波动中 但这并不预示着年内资金面的宽松已经结束了 一项对20位债券交易员分析师进行调查显示 央行最新的双降并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后 后续或许仍将在公开市场持续宽松 55%的受访者预估 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将从目前的2.3%左右 进一步下跌至2.2%及以下 有40%认为将下跌20个基点至2.1%或更低 隔夜回购利率则大概率维持在目前的1.75%附近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预期 中国央行今年底前不会再次降息 但会再次降准 另外中国政府可能会更加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 来防范经济下行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